有啦啦 每天早上进我的房间就好像案发现场 永远有一棵植物 躺在地上 最肤和手躲在这里 明天我和蓝叔会登记结婚 所以今天算是 未婚身份的最后一天 想过得轻松一点 休闲一点 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过属于自己的一天 所以现在首先准备出门口 我最近经常用 这个牌子的护肤品 突然很想喝酒 虽然结婚酒也可以和老公喝 但是今天零零色色 特别想和朋友喝 我现在来到明东啦 难得一场来到 当然要去兑换店 看看现在回率是多少 现在是一对176 什么事 超瘋的 我想说还停留在一对150W的年代 现在好像来明东购买 买任何东西 都全部打八折的感觉 我之前拍片有说到 A-Land是由那边搬到这边 但是那时候还没开业 没机会进去走 现在就可以进去啦 I can do it better I can do it faster ier儒的 Hern domain chumun or a alla I can go much longer I am so much stronger ier儒的 Jumun or a alla 拰挡per They provide me shade and i'll really throw on it bağ期间减 I can do it faster 早ury儒的 已經換了秋冬妝了 最近韓國真的很流行 小外套再配一件小背心或者小吊帶 通常是一套一起穿 但有時候都可以分開配搭 然後最近很多款的外套都是半折 它的小攤檔多了很多 太好了 即是還沒回到以前旅遊最高峰的時期 但比起幾個月之前已經好很多了這個狀態 哇!這裡有很大間AHC旗艦店 超高的 第一個就是我早上護膚品牌的時候用的牌子 我第一次認識AHC是因為它的防曬產品 因為很久之前不知一年前還是兩年前 我是很急著要買防曬 然後聽聞它的防曬好用 然後就隨便買了一支回來 是藍色包裝領出來高撞塗身的那種 然後用上身我覺得挺好用很清爽 我是沒有走過它這間旗艦店的 進去參觀一下 裝修很特別 它左邊和右邊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 這一邊是比較有未來科技感 而這一邊就是粉紅粉紅的優雅可愛風 它跟不同膚質都有不同系列的護膚品 然後是藍色這一款 我看過 聽說它的B5精華是超好用的 推開後是超水的 又不算非常貴 在韓國還要1 plus 1 它這個LED營光很帥 天花板那邊 整個裝修都真的很笨 好像兩個世界一樣 很神奇 肌膚白毛 呃... 它就... 嘩! 看到自己的樣子 它診斷完之後 就會推介這個系列的護膚品 適合你 然後就可以按打印出來 嘩! OK 印出來的單 就可以來到旁邊這部電視機 這部完全就是點餐機 很先進 撞了之後 它就會顯示剛剛推薦給你的產品 然後就可以選擇剛剛自己 走完了 好漂亮啊 現在就去咖啡店 因為最近明道有一間都很熱的咖啡店 是在教堂那邊 就是三樓的這間叫梅多的咖啡店 哇! 景色不錯 喂! 坐滿人 果然受歡迎 你看 它這裡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它的特龍咖啡 和這裡的風景 確實抬頭就這樣看 是真的挺漂亮的 旁邊直接就是明東聖堂 然後前面有一點點歐式的建築 然後背景又可以看到南山塔 好想我早一點來 旁邊已經要排隊了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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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馬上醒了 這杯是上面加了奶油和鹽 所以喝下去 苦得而有一點鹹味 哇! 奶油很濃郁啊 真的很好喝 哇! 這一塊月就是 泡茶可以連續吃十塊的那種程度 它這個是瓶子 但我覺得它的甜度是剛剛好 不要說超柔 那現在就回到家 因為我早上的行程 和晚上的行程中間隔了一大段時間 在外面很無聊 不知道做什麼好 所以就回到家裡休息了 家裡最棒的 剛剛買了幾個戰利品 稍後再分享 還有去了明東的AHC店 哇! 它裡面很多產品 我覺得都很吸引 好像很好用 那我今天早上用的護膚品呢 就是AHC的轉光無瑕系列 那大家看我的影片 應該都知道我今個夏天 就多了一些戶外活動 突然好像轉死性 搬到永中島之後 反而多了出去 每天早上我都會大屁來散步 那除了怕會曬黑之外 其實我都很怕會起板 起雀瓣 老實說呢 其實我眼下面這個位 是有這麼多雀瓣 不過那些雀瓣 已經是很久之前起了 好像20歲頭的時候 一直保持到現在都沒有退 是完全不明顯的 就是遠看看不到 要很近看 仔細看才能看到的 但始終我現在已經是一個老妹 然後代謝速度都開始變慢了 出去再曬幾次 可能真的有一兩次 我不小心忘記了 塗防曬的話 那我的雀瓣又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所以呢 預防勝於治療 那這些斑在惡化之前 就會很想 就是快點找方法擊退他們 而且秋冬天應該多了很多人 是難得塗防曬 但是其實這些季節的陽光 一樣都有紫外線 一樣都容易令到黑色素沉澱 在皮膚底層又形成雀瓣 然後我手上這一支 轉光無瑕精華 就是我早上用的那支 超好用 超推薦 因為我之前只用過這個牌子的防曬 我猜不到原來它的護膚品是這麼好用 那這一支轉光無瑕精華裡面 是有很強勁的膽斑提亮成分 還有它有一個三部去暗膽斑機制 7天就可以膽斑的了 那首先它含有高醇高濃度99%維他命B3 那維他命B3是可以深度抑制斑點的形成 然後有折擊暗沉酵素 那我第一次聽都是完全不知道什麼 反正它是可以淡化你本身已經形成的斑點 也有兩肌碎取物可以增強皮膚的保護力 更加提亮皮膚 也含有紅果素和全明酸 那其實我人生第一次認識的美白成分就是紅果素 在我初中的時候已經知道了 每次選擇面膜或者選擇一些爽膚水 總之看到紅果素三個字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覺得應該要買這個款 因為想美白 那先不說它的效果 首先它的質地和吸收力 我真的極喜歡 它的質地是很輕薄水韌 塗上臉的時候容易推開之餘 也吸收得很快 還有等它吸收完過30秒左右 臉的光澤感和水潤度 竟然是很明顯 但是是絕對不黏的 是清爽的 我自己大概用了3個星期左右 整體整個膚色提亮了 我現在有化妝 但是沒有化妝的時候 都明顯感覺到是有種透亮感 還有那些小小雀巴 都淡了一點 然後另外那兩支 就是同一個系列的吞拿和乳液 這兩支我都會一起用的 可以幫忙清潔和保濕鎖水 我自己就拿來二次清潔 就抹走剛剛洗臉的時候 洗不乾淨的髒東西 還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調理皮膚的水油平衡 之後再塗其他護膚品的時候 就可以吸收得更加好 這支轉光水的水質搖一搖 都看得出其實它是好水 還有抹完臉之後 都看得出皮膚是有一點光澤感的 最後的步驟當然會用 有適當油脂和水分的雨液 因為有時候皮膚吸收護膚品的水分 和營養之前 有部分可能是蒸發了 所以塗乳液這個步驟就不能缺少 就可以防止剛剛所說的情況發生 其實比起它是乳液 我覺得它的質地更加像精華 因為它的質地真的很輕盈 很容易推開 跟轉光精華一樣 用完之後 臉是有一層閃亮亮的光澤感 所以我每次用完這個系列 然後再化妝 妝底都是貼服到不得了 我自己就覺得 比起單用一支精華 三支 就是同一個系列一起用的話 效果是更加明顯和顯得這麼快 因為始終我會覺得 同一個系列的護膚品 它們應該是有 就是調配好 有研發好 一起用的話 效用應該是更加增強的 確實我自己用了三個星期 用後感都覺得真的很不錯 平時一起來照鏡 皮膚好像有種黃氣的感覺 又不是說膚質不好 而是膚色比較暗 好像幾天沒有睡醒 但是現在整體的膚色 是光亮了很多 而且真的有那種透亮感 那本身疫情的時候 要戴口罩 那時候都會覺得 皮膚差一點也不要緊 有得戴口罩 可以遮住自己的樣子 但是因為韓國現在戶外 可以不用戴口罩 所以現在 管理好膚質就不可以太斜了 最好均衡膚色 保持好狀態 起碼你脫口罩 給人的感覺是精神的 在萬寧買的話 有很多優惠 首先 轉光無瑕系列每一支都有獨家優惠 那萬寧才有 轉光無瑕精華特價239元一支 而轉光水和轉光魚也是159元一支 還有HC會再送多一張40元電子優惠券 那就是優惠價之後可以再減多40元 那個Coupon可以在下面info box的link裡拿到 買任何HC轉光無瑕系列的產品 都可以直接當40元用 買AHC的產品換299元 就會送他們的 玻尿酸補水透亮精華液30秒 那支東西也值169元 如果買滿399元的話 就會再送小瘡蘭香薰蠟燭 但第四個優惠是只限網店 優惠期有限 數量都有限 詳情可以去看info box 首先我今天買了兩件衣服 首先第一件 就是我一看到 就覺得完全是我的Style 很喜歡 中間這個位置可以綁一個小蝴蝶結 然後有個圓洞的開口位 還有它旁邊的展材也很特別 是微微香相的弧形 跟我們平常看的平口不同 然後第二件 我想應該算是外套 它是沒有拉鏈也沒有扭扣的 純粹是衣服底會有兩條繩 可以綁緊 然後三領是反領的 然後買了一盒 開箱 這個是珍珠項鏈 最近韓國是超級無敵 輕戴這一類型的項鏈耳環手鏈 不一定是珍珠的 還可以是其他串珠 譬如我手上這一條 擺明就是假到飛起的塑膠串珠 但因為最近韓國流行Y2K風 所以就Hit這一種串珠仔 我手上這一條 每一粒珍珠都不同形的 而且它是偏向扁身一點 最近真的看到很多韓妹買來戴 而且它們不一定只是戴一條 可能它會再配搭一條銀簾或者玫瑰金簾 這兩條一起戴 最後是買了兩個鯊魚夾 最近超級喜歡用 隨便把頭髮拿完一塊夾著就可以充滿口 而且夾出來的效果又很有氣質 竟然出自我把口說出來 買了一個純銀色配什麼衣服都OK 然後還買了一個黑白格仔紋 因為有時穿一件素色的衣服 就會想配一個比較花鳥的夾 這幾樣就是我今天的戰利品 很滿意 全部都很喜歡 現在就準備差不多充滿口 見面了 嘩 想趴旁邊先 有人在跳舞 因為有版權關係 我們快速離開這個區域 Yanny 好久沒見了 你知道剛才你出來前面站著一個男生 然後我搖進去問你拿電話 然後想在後面偷 原來不是你又抽我 我還興奮了 我還想到你是誤會了 你剛剛還要那個表情 興致勃勃地拿相機拍我 阿森林你這個人 然後我抽了五頓獎 你又抽了五頓獎 然後問我們要什麼禮物 大學的程式 我覺得都不像 因為在做這些 他應該會預先跟你說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項目 我覺得他應該會想帶你去他換禮物的地方 然後就銷售其他東西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但也有可能 就是我們被這個社會污染了 所以會覺得這個世界很危險 很害怕我們 其實剛剛那兩個人都是很單純 純粹是想送禮物而已 但是我們又懶得走過去 所以就拒絕了 我喜歡吃的那間烤腸店 好像剛剛分店在這裡 現在只有一間 真的嗎 你知道我們特意為了想喝酒 所以才選擇烤餐 是嗎 是 身份證 我給香港身份證可以嗎 應該沒問題 是 真的 讚 謝謝 上初年我剛才知道 你剛剛和南叔叔一起的時候 跟你現在要去結婚 真的那個 我可以看著你們成長的味道 知不知道我們第一次吃烤餐 是在這一間 然後那時候又是剛剛跟南叔叔一起 那時候又是剛好談結婚的話題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然後我還跟你們說 因為那時候是完全沒有想著結婚 然後你還跟我說 當然啦 因為正常 很多事情都還沒穩定 自己都還沒顧自己 當然就會不想結婚 而且你又剛剛一起不太久 對呀 對呀 到底叫是不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 你的感覺給我 我覺得是 這個人好像是OK 但是好像要先看好一點 當然要先看好一點 你打算結婚的時候 有沒有想到我的心情 好像很憎悸 覺得 是不是真的決定要結婚呢 我會不會後悔的呢 怕後悔 但是本身 我對於她的想法就是 她在我下半餘生的日子 出現在我旁邊好像也很不錯 不是說所有決定都一定不後悔的 但起碼 當下這一刻的決定不會後悔 不是呀 將來我分 再通知你 再來一次重新回復單身的Party 吃完牛腸之後 一定要來吃個炒飯 為什麼我現在煮炒飯的時候 我都會習慣鴨瓶 因為鴨瓶有飯煎 對呀 我家裡自己炒的時候 她也會這樣炒 這張紙一起喝 真是很久很久沒有喝Hotel了 應該有一年了 很慘 有點...入水味 現在要交換一口 紙咳去談那種 我現在轉Style 你看不看我轉Style 不是人 我那個Channel 很多你都去走斯文 啊 之前穿得多T恤 我說Channel Channel 不是我的人 我以為你自己衣著你的打扮 是我的人 我看到你IG都有 Post 你看書那些 啟發 你很神奇 看書 去到這書店就可以認識一個 書店沒有版的韓仔 我有看韓鐘 經常去同一間書店 然後就認識到那個書店的沙漣聯盟 要幾成天去才認識的 應該要一天去 做些奇怪行為 對方就會記得你 那些什麼老書 不是 比如說 叫一杯咖啡要咖啡酒奶小糖 這些呢 珍珠奶茶酒珍珠 這些 冬奶茶 但是酒冰 不是啊 正常的 冬奶茶酒冰 熱奶茶小冰 哈哈哈 熱咖啡 但是要加冰 每次都這樣叫他一定記得你 我們再叫了第二輪 不醉無歸 不要回家了 今晚 現在幾點 九點 做什麼 你有什麼要做 尾班車 哈哈 幾點 尾班車11點半 哦哦哦 很久了 現在差不多回家的時間了 嘩 這條街已經沒什麼人了 大家都很乖 回家了 嘩好安靜啊 哈哈 你現在有幾成績啊 現在 零 還沒去到零 我應該大概20%左右 20%差不多 嘩嘩嘩 這麼大張的 嘩 我表情 驚呆 表情什麼事啊 你那個顏色配得不錯 我記得 對呀 沒有藍色 未婚前的最後合照 今天這一條 唉 婚前的最後單身之夜的片 就來到這裡了 雖然我們沒有去Club 也沒有去Hunting Park 哈哈哈哈 好像過了這個年紀了吧 可能不給入了 會的 不是 那些店舖好像韓國年紀30歲 是不能進的 沒想到我腦海裡也有計劃 會不會去一下這些地方好呢 但是還是不好 要埋沒自己的良心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啦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SHARE 和FOLLOW我YOUTUBE CHANNEL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對呀 對呀 可是我的家 Seni 刺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